嗨 嗨 弟弟最近生病了 對啦 弟弟生病了 他就突然不吃不喝 因為他平常是個很好吃的兔子 就只要看到我們 然後就是要東西要東西這樣子 是啊 他突然不吃不喝是在晚上 那隔天呢就是家人就立馬帶他去看醫生 對 然後我還為他吃藥 可以看一下 弟弟現在要吃藥 那是草莓糖漿喔 嗯 我聞聞看 這是幾稀稀啊 看不清楚 一點點就好了喔 唷 吃九次 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少 他會不會很苦啊 可是他如果太苦他會被吐掉 不會啊 他一直甜 是喔 你看看 他在吃著ㄟ 好酷喔 有這麼好吃嗎 嗯 有他還吃喔 有他還要在吃 還要 你的毛 你的毛 你的毛變紅色了 你去湊一張新的絲巾 等一下插嘴巴 還有喔 嗯 還有一點點 啊 弟弟 快好了快好了 吃藥才會好 乖 對嘛 明明就很好吃 還掙扎呢 啊 插嘴巴 他的舌頭好可愛喔 好了好了 乖喔 好 你可以回家了 大家有看到喔 弟弟就是 為他吃藥的樣子 而且 他感覺 就是藥很好吃 為什麼 只是用針筒 一直用他會 對 應該是甜的吧 因為他有加 算是糖漿 還什麼之類的 吃得很開心 對 然後醫生有說 如果藥吃完的 都還沒好的話 就是可能就要抽血 看是什麼狀況 他去檢查是 因為他是什麼狀況 他就不吃不喝 然後去檢查 對 我是說他是得什麼病 他好像說 腸胃有點問題 喔 對 阻塞 腸胃阻塞 然後我們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最近換毛 會不會吃到毛 之類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又幫他梳毛 梳了一大坨 就是他肚子這邊很難梳得到 所以這一次就是 把他放過來 兩個人抓住 然後幫他梳毛 對 對 他一直害怕 但是 他幾次又習慣了 他就知道 躺這樣就知道幹什麼 但是沒有人幫我抓他這樣 你在說這個時候 這邊這邊應該很小心喔 嗯 但刮到他的小鳥就 嚇死了 那不是嚇死而已 他可能眼淚掉下來 他毛比那個寶寶少多了 少 你看 大家看 你看 輸這麼久 因為他毛比較不會撒 有沒有 寶寶媽媽會脫下來這樣很閃 弟弟 乖 弟弟 乖 弟弟乖 弟弟乖 弟弟 好享受 我好想幫他擦下巴 下巴都是打結了 這一定要輸掉 你知道嗎 他這樣膿都打結了 昨天醫生有講 所以我們 下巴這邊都沒幫他 輸 哎呦 你看他的兩顆牙齒 我們家有一位 所以是 他比較不動 所以我就用手去 你看那兩顆門 門牙 好可愛喔 我用上下扮他的嘴 弟弟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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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這邊全都是一坨一坨的 這是可以枕頭拿起來的 那個可不可以用 除毛的幫他那個 不行 弄不掉 你說剃毛的嗎 對 剃毛真的是可以 可是剃毛不會用 但是我怕他掙扎 對啊 危險 還是我進來來試試看 不要不要 不敢用 你看 哇 你看 這是打結啊 他這一拳 背後都是 背後已經不是黏在他皮膚上了 嗯 這跟著那個 小心他的嘴巴 不會 是 R16 嗯 一拳 應該乖乖喔 乖乖 乖乖 輸到串 媽媽輸乾淨喔 然後TD也算是很皮啦 因為他以前不會一直去舔自己的毛 然後最近很愛舔毛毛 對啊 所以因為他最近一直在舔毛 舔到變成說他都把毛吃進去 可是我們每天都有讓他吃化毛膏 可是應該也是因為 因為吃太多毛還是會阻塞 畢竟他年紀也大 長未七歲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很擔心 就是他那個時候不吃不喝 然後躺在那邊 抖一下然後沒力這樣 我們都覺得哇靠 他是不是要走了 會擔心就說弟弟啊 你是不是 感覺他快離開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現在七歲 然後就是兔子的平均壽命是七歲 對 然後所以就會擔心這樣子 還好吃完藥好了 吃完藥他是好了 對啊 一開始他身邊的時候我們都很擔心 也那個心情當下也是很難過的 最近他比較好 我們就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滴滴的狀況 那其實滴滴現在就是變得比較活潑一點 會要吃的 他會開始要吃的 然後還要騎人 一好就這樣 對 又恢復了 然後現在你拿東西給他 他又會開始激動 然後你不用拿他也開始會跟你要 如果他想要吃的話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很特別 他有時候聽得懂人話的感覺 我也覺得他聽得懂人 對啊 可是你說他壞話 他有可能在睡覺 你說他壞話的時候他會突然醒來 我覺得他聽到關鍵字 耳朵他會 束起來 他耳朵會這樣束起來 你撿我會貨喔 那個感覺 對 然後比如說我們要出去嘛 爸媽要出去的時候 好像也都會說 弟弟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聽到關鍵字 知道我們家人要出門 對 然後只要家人出門 他就會開始 落塞 嗯 就很奇怪喔 就是 一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沒有想到說是因為出門 然後第二次呢 然後也是 一樣只要一出門 他就拉肚子 應該是他緊張跟害怕 焦慮 我在猜 可能他以前就是沒有人理他 所以他現在難得有人理他 他很開心嘛 然後突然妳一兩天不在的時候 他會 焦慮 又開始了 對啊 所以變成說他是一個 需要人陪的肚子 真的 他一定要有人陪啊 可是 像我們這一次去台東的時候 就是我們不是全部都不在 然後有請家人就是來家裡住 對 想說就是照顧他 不要說都沒有人 就他還是一樣拉肚子 嗯 所以我覺得他是看爸媽不在 對他是看人 就是基本上都是爸媽在幫他 一個是負責幫他 一個吃的一個換鳥 換鳥 換鳥的拉屎 一個負責餵 另外一個負責在清淡的大便 跟死鳥 媽媽好辛苦 對 對 啊然後妳負責跟他玩 對 不過不能這樣想 因為弟弟的所有的飼料那些是 我們寶寶買的 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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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妳負責的 所以大家都有份在照顧他 可是我覺得他很聰明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爸媽也是不在 然後 我覺得是我回去照顧他 嗯 然後他就是 他平常看到我是不會跟我要吃的 然後就那幾天我都一直 一直是為他的人 對 然後到後面他都會來找我 對 那幾天爸媽不知道我們那時候都有回去 就是為了要照顧弟弟 我們都會特別回去一下 可是我中午回去他還是拉肚子 對 就很奇怪 看人啊 所以妳對他來講就是一個 他們才出門過幾個小時而已 人家爸媽每天陪他的捏 不一樣 我們是偶爾陪他的還好 是不是 是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弟弟的狀況 然後我發現肚子生病的時候 就是不吃不喝嘛 就 那時候也蠻擔心的 因為他竹竹一整天都不吃不喝 你會怕他餓死啊 所以還好是那個晚上啊 到隔天這樣 啊不就還好他會吃藥 他不會把他吐出來 因為醫生有教怎麼吃 怎麼餵他啦 就是要把他抱著 對 一個抱著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樣 對對對 然後他不能讓他掙扎 他真的在掙扎 對啊 對啊 他從小沒有讓人家抱習慣 然後長大就變這樣 對 所以 建議大家如果有養兔子啊 就是從小的時候 就要開始 你就要一直抱他 對要抱習慣 要讓他習慣 因為弟弟是從四歲 我們才領養回來的 對啊 好啦 那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弟弟的狀況 那之後弟弟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們也找時間 再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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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